就是有一場我們想要告白的戲 因為很多的情感在裡面 就是自己內心的感受 完全在那一場宣洩出來 所以他那一場印象很深 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以為 其實覺得他形象上蠻像哥哥的 因為他會 他都不講話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這跟劇中的哥哥非常的像 所以我那個時候一看到他的時候 就欸 這個 我覺得尋找選的蠻適合的 然後結果後來相處之後就發現 因為他是裡面年紀最小的 所以我覺得多少可能還是有點呆勾啦 就是相處上 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有活力的人 然後跟第一眼看到他的完全不一樣 大致上是差不多 但是當然就是 跟一個人比較熟的時候 會開始比較多共同的話題 開始聊天 一開始也是屬於比較安靜一些的 對 但是跟我一開始認識到他 我想像中一樣的其實是差不多 因為我們會打球 所以我們會約出去打打球 或什麼的 然後平常會聊一些 就是對戲的想法 就是因為我們實際上的年紀是比較好 對 就是我們其實是不一樣 跟劇中 跟他們相反的 所以他問我們一些各個問題 我也剛才會討論一些地鐵問題 他很招呼 但很多 很多 小地方會提醒的說 你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其實都要很多指教的建議 有一個人的照片 就是我覺得 就交到一個還不錯的朋友吧 因為 其實要在工作上遇到一個 可以私底下約出去 一起點朋友的人不容易啦 所以我覺得 蠻開心可以交到一個 朋友 現實生活中 不管在 沒有拍戲的時候 或者是在 工作之餘 我們私底下約的復約 那你都是很照顧我 然後跟我聊很多東西 你覺得都對我來說收益 收穫了很多 就是我 我蠻喜歡他的演證 因為 其實他在戲裡面的 他在戲裡面的樣子真的蠻像的 所以 蠻開心可以合作到 然後也交到一個 很好的朋友這樣 對啊